这一系列的恶劣状态 逼得这一向中立的势力终于走到了台前 银谷内大量的高手出现 他们的立场非常鲜明 即所有的混乱应该被禁止 所有族内的屠杀必须被制止 银谷才会重新退出太古舞台 论与自由派系关系密切 自然没有超过银谷的 在自由派系人眼中 银谷乃是一个圣地 只是由于银谷一向目的分明 以银为宗 禁止银谷范围内的一切争斗 所以在混乱初期 都没有人考虑到银谷 银谷中有许多高手 原本便是出自自由派系 这个消息很快通过种种途径 经由自由派系高手传遍太古 在太古 三百层以上的洞穴 代表着另一个意义 那里是属于银谷 也是属于太古的一层 真正的高手 传闻 有些从神魔之战中 生存下来的强者 便永久居住于三百层之上 直到下一次神魔战争来临 但到底如何 这些人是否存在于银谷 又是在哪一层洞窟 却还是不大清楚 只知道 这银谷突然舍弃以往中立立场 出生要干涉太古俗物的声明 发表不久之后 原本冷清的银谷 突然之间变得热闹非常 每日清晨 大量的高手从空中落下 一言不发 自成体系的 或几十个人一组 或三三两两 或独自一人一剑 从银谷中踏出 这些人于物中出现 没有丝毫生息 出现之间 互相之间也不曾打过招呼 似是形同陌生人一般 各自从谷内离开 相互之间也是视若不见 但却自称阵势 显示有着极其惊人的默契 半月时间 每次清晨大雾兴起之时 必有落地之声 从谷中传来 那些新进加入银谷的 自由派系高手 开始还为此惊讶不已 但到了后来 已然习惯那密集的落地声 一批又一批的高手 从银谷出发 向着太古的各个地区 走了出去 不满整个太古 有杀戮的地方 便有银谷中人 他们不报姓名 也不伤人 只是破去对方的招式 逼对方住手 这些人中 武功有高的 也有低的 有些人武功高绝 便是丰族中人 见到了也极为头疼 但对方也不下杀手 在这种情况下 也只能妥协了 但有些人 武功并不是很高 他们也加入了 制止混乱的行列之中 即便是最终 死于别人的手中 依旧没有动手伤过人 一个两个这种人 只能让对方嘲笑 但当杀过许多这类人后 有些深陷泥潭的高手 终于忍不住 抓住这些 武功没有他们高 但仍旧死命阻止杀戮的 营补武者 急怒羞恼地贺问他们 这是为什么 你们想死吗 还手啊 为什么不还手 告诉我 你到底为什么还坚持 即便是被血腥 充满了眼球的男人 在无数单方面的屠杀过后 内心中也会感到 深深的不安 这些人 武功并不是最高明的 许多人 武功都未踏入地极 但也加入了这场 平息太古纷乱的争斗之中 这些人 他们起到的作用 远比任何神级的高手 还要大 我们是同胞 你手中的利刃 屠戮的是你的兄弟 我是绝对不会对你出手的 因为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兄弟 我手中的刀 是绝对不会朝着自己族人下手的 你手上沾染同胞的鲜血吗 放下吧 或者你将来会永远生存在 自责与悔恨之中 我们不是仇敌 乱 让血腥迷茫了人的眼睛 但血腥也同样还给人清明 不管是被动 还是主动地加入到 这场纷乱之中 不管是被动地接收 还是主动地进入 都成了这场混乱的推动因素 但这种非反抗的形式 在初始的血腥过后 终于让越来越多的 身陷混乱之中的自由派系高手 清醒过来 我们不是仇敌 我们不是仇敌 一句话 让许多人 幡然醒悟 是啊 我们本是同根生 非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我们本是血脉相连的兄弟 为何却同系相间 只要还有点血腥的男子 都无法将手中的刀 朝向自己的族人 个人的恩怨 与种族的存亡相比 孰轻孰众 个人自有思量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加入制止这场纷争之中 他们或许武功低微 他们或许没有过人的智慧 但他们却有一颗血腥的心 这是太古史上的一场奇迹 一场原本即将席卷整个人族 动摇人类根基 令人类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纷争 渐渐的有了平息的迹象 尽管图路仍在继续 尽管欲望仍然在太古流动 但人有了血腥 少住了一颗本心 混乱便迟早都会平息的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没有人知道 这个时间是多少 剑狱 咔嚓 雷电行风 阴云密布 紧接着便是阵阵狂风 这种天气 在太古并不是什么稀罕的情景 相反非常正常 太古的天地元气极其的丰沛 这股庞大的天地能量 不断地在天地间运转 同时影响着天象的变化 天地溃明不定 闪电时隐时现 呼呼的风啸声充斥着整个建域 只是片刻之后 天地间便下起了磅礴的大雨 这又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啪嗒嗒的雨声不绝于耳 雨水汇成一缕缕 如珠网般从高处躺下 在间隔之下汇成了一片汪洋的积水 暴风卷着大量的雨水 来回冲刷着 雨水互相击撞 击散出一股股哗啦啦细碎的雨污 远远看去 地面上空似是起了一层浓浓的雾气 空气极度的湿润 借着雷电的光芒 可以看到 在间隔前的铺牙上 一个水木形成的螺旋形漩涡 不断地扩展 一缕缕的水珠不断地化为水雾 从边缘洒出 而同时大谷的水气 伴着天地能量 疯狂地涌入那个漩涡的眩眼之中 嗡 一阵清悦的龙象之声 犹弱极强 从那漩涡中发出 随后 散步于风雨之中的间隔地子 目睹了一个奇象 自那庞大的 并且越来越大的水窝之中 一根根龙须般透明粗大的管子 弯曲着 从水窝最深处伸了出来 一根又一根 透明虚状物从里面伸出 速度越来越快 并且按某种难以解释的规律 不断地纠缠着 穿插 那龙音之声越来越洪亮 到最后 其声远远超过了雷鸣之声 千丈于高的山峰 都整个嗡鸣其类 从四周的山体外 大量石块和湿润的泥水 从空中落下 山体颤抖着 似乎不堪重负 情将崩溃 那复杂的 数以几千计的 透明经脉状水丝边缘 一层层半透明蜡状物 不断地向上包裹着 配合着那 复杂纠缠的经脉 渐渐地形成了某样庞大的形体 狂风更大了 黄金甲氏也不得不插下手中的黄金战机 同时 蕴墨千金坠 以稳住身形 狂风刮的人 睁不开眼 耳中只听着 镇鸣的雷声 与那轻悦的龙象声 一股股庞大的天地元气 从身侧擦过 汇向那山巅的一点 那水窝中心 风云无际盘坐不动 而亦是海内 一则公爵 推演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接近于尾声论 在雷雨之中 让风云无际产生了一种 引静长啸 月空而飞的冲动 漠然 咔嚓 数以万计的闪电 从厚厚的云层之中穿过 阴暗的天空顿时一亮 便在这片灼白的电光之中 自水雾之中 一阵花花的急速水花摩擦声传雷 雷光之下 一条半透明 近千丈长的水龙 破空而出 摇摆着身体 随着弯曲的闪电 破空而上 几夕之间 身体便由半透明 变得凝为实质 背部 秘密的龙鳞 先毫避现 一股庞大的龙威 充斥天地 啪啦一下 山巅之上 整座剑阁轰然爆裂 木片蹦飞 剑阁之下 整座山底一分为二 裂成两半 一道巨大的裂缝 由山巅 一直延伸到山底 那千丈余长的水龙 发出了一声清悦的龙吟 首尾一摆 便没入 那秘密的云层之上 在高空之中 穿梭于阴云 与雷电相吸 第三百六十章 一变 雾伤 斗大的雨滴 密集地从云间清落 一串串一排排 密密麻麻 水击撞击地面的水洼 发出水花声 与隆隆雷声响成一片 间歇的还夹杂着 阵阵狂风的声音 这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所有剑阁中的人 都从修炼中探出头来 仰望着天空 间隔那裂开的口子处 深藏山府中的太旋 连同另一些惊醒的黄金甲氏 从藏身之处走出 便站在那洞口边缘 呆呆地看着天空 大雨撞击在破魔的头上 花花的雨水将长发湿透 顺着身体往下跌落 而破魔也人望了 张开护体气扫 只是呆呆地看着天空 那里 一条千丈之长的巨龙 在天空翱翔 犹如来自遥远洪荒的声音 在天地间回响着 那满是龙林的身子 在云系之间穿梭 徘徊 时隐时现 难道我们的差距 便是如此之大吗 破魔失魂落魄地望着天空 漆黑的眼眸中一片绝望 发系 大鼓雨水 顺着脸上的曲线流向 流入眼眶中 口中 又从嘴角溢出 但破魔却是丝毫无觉 泰玄脸上 掠过一丝丝复杂的神色 又是羡慕 又是高兴 又是自豪 还有一点淡淡的忌妒 在天空飞翔的 似乎不仅仅是一条巨龙 还有他那沉睡已久的梦想 神龙百尾 一生龙吟之后 即便远离剑阁 也能看得很清楚的巨龙 骤然掉头 笔直地飞上 云层之上 龙溪悠长 那龙一声也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终于 见不可闻 天地间恢复于平静 但这平静 并没有持续很久 轰隆 闪亮的雷电 如溪流密布于天空 一声刺耳的锐笑声 由远而近 从云层之上传来 天空下 离得间隔远远的 也可以看到一道 刺目的亮光 拖着长长的尾艳 从间隔上方 直坠而下 如同一尾美丽的流星 那璀璨的光芒之中 一个巨大的影子 若隐若新 大地震动 泥石和积水四溅 那泥水之中 一团灼白的亮光过后 一个庞大的阴影 越长越高 一声魔啸 生振四野 陨星落地 却是化作了一只 伸长近三千丈的 庞大魔猿 在闪电照亮的一刻 所有人都看清了一个 面目猙獰 白森森的獠牙 伸出唇外的庞然巨兽 每一根毫毛 在闪电的映照下 都显得先毫必先 庞博的雨水 将这只爵士凶兽的 全身皮毛淋湿 在电光的映照下 太古魔猿 全身每一处 都似有雷电游走 砰 身高数千丈的 太古魔猿 胸目一扫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 这只爵士凶兽 即将行凶时 却看得双脚一顿 庞大的身体 以令人震惊的灵活 与急速 弹跳而起 破空而出 眨眼之间 便消失在雨夜之中 巨大的脚步声 消失不久 随后又从远方传来 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目光中 那只庞大的太古魔猿 将剑阁 坐落裂开的山峰 连根拔起 下的太玄 忙不迭地 从藏身之处逃逸而出 那太古魔猿 一把将掌中 另一根连根拔起的山脉 重重地放到山脉移开的缺口处 随后 用力一甩 将那山峰重重地抛向远方 黑夜中 两脚 才传来一阵 山脉倒塌的声音 巨大的太古魔猿 扯着牙 重重地雷着胸膛 发出一阵阵 咚咚的声音 在那空洞洞的声响中 太古魔猿的身躯 越长越高 那千余丈高 移来的山脉 渐渐 不足他膝盖高了 一股疯狂暴虐的气息 随着那身躯 越来越庞大的同时 从体内疯狂地散溢出来 接着头顶 骤然掠空而过的闪电 所有人都看到了 那数千丈的高空处 一双血红的眼眸 每个人都感受到 那被疯狂与肆虐 渐渐吞噬的人类气息 快退 虚空之中 一直关心此处的独孤求败 抱好一声 众人闻言惊醒 尽管有些惊慌 但长久锻炼在此处 却显露无遗 黄金甲石们 以最快的速度 有序地保持着队形 将四散而去 仅仅一步之差 一个巨大的 湿漉漉的拳头 重重地炸在 数百黄金甲石的身后 狂暴的气劲 将重黄金甲石 像断线风筝一般的炸飞 太古魔源 单臂称帝 痛苦地跪倒在地上 眼中的血色越来越重 庞大的身躯 剧烈颤抖着 似乎是在苦苦地挣扎着什么 原本实体化的身躯 越来越淡 渐渐恢复到原本 灼白半透明状 肌肉躯体迅速化去 那片灼白的光芒中 一个朦胧的白衣人 跪伏于地 从那身躯处 一条条半透明 经脉在虚空中乱舞着 黑夜之中 那一根根灼白的经脉 非常美丽 臭壮的喘息声 从地上传来 周围密密麻麻的经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 化为一棚飞灰 消散在雨夜之中 高空之上 独孤求败 飘身而下 在风云无际 身后树杖出战力 关切的道 无际 你怎么样了 刚刚 是怎么回事 不要过来 风云无际突然大火一声 独孤文言一阵 印象中 风云无际 从未以这种语气 对他吼过 听他的语气 似是非常的焦急 似是自己再往前走一步 就会丧命一样 无论如何 独孤 还是停下了脚步 大雨依然磅礴而下 但风 已然没有出使那么大 尽管夜已深 剑狱所有东西的轮廓 都引入黑暗之中 但独孤却透过夜色 清晰地看到 背对着自己的风云无际 全身 随着胸膛的起伏 急剧地抖动着 满头长发湿湿地搭在后背 偶尔被刮过的风掀起 撒出一片水花 他正在极力地忍受着什么 独孤突然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迷雾 让我来帮助你吧 似乎有了某种觉悟 独孤慢慢地夺步走了过去 我说过 不要过来 风云无际 突然很气急败坏地吼道 身躯便欲站起来 便在这时 一只有些消瘦的手掌 四缓十块地搭在了风云无际的肩上 几乎是那只手搭上风云无际肩膀的同时 风云无际猛地转过头来 一头湿湿的头发在黑夜中飘起 撒出一片零碎的水滴 那长发眼印下 一双通红的眼睛 赫然印入独孤的眼中 震惊 写满了独孤的双眼 他从未见过一双眼睛 居然能充满如此邪恶暴虐的气息 那赤裸裸的杀意不带丝毫的掩饰 估计居然对我生了杀意 独孤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结论 很快 另一个念头涌入了独孤的脑海 他此刻最需要我的帮助 轰 袖袍舞动 一只白皙的布满突起血色纹路的手掌 如幽冥之中探出一本 重重的 轰在了剑膜 胸膛的青袍上 好 好 我们下来把唱剑膜